大家好,我是白老师,欢迎收看频道观看一把神仙红夫人 老夫人,old lady 是不是这么说 英语还可以啊,英语是英语老师教的 病患机球 杂技加拥兵 那这样的话,抓机球其实蛮不错的 抓病患,那真的看神经的 来这边,病患 一刀,真的是连交勾的机会都没有啊 平行镜像赶过来,这边先逼你交一个勾 身为上面来讲好像不太够了 不太够了,但是这边的话两边包距离差不多 看侯夫人下一个镜子 下一个镜子 如果说能抬走嘛,最好抬不走的 这边他想干嘛,想平地先逼你交勾 你平地交完勾以后,我后身起镜子直接带走 这里的话病患,哎,压住位置 321走你,漂亮 这镜子抬得是真舒服 又快又稳 地下室 一般来讲呢 我们即便在比赛当中啊 病患这个点红夫人也不是常抓的 这道任容的话 杂技病患带有位移能力嘛 所以说他们的镜子 他的镜子有可能会被这边穷者的技能给躲掉的 但是 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神仙夫人真的是 够狠 够狠 优兵这边需要跳个护臂 对,跳个护臂 过来 压住位置 打一刀 有个闪现 闪现落地刀好像身位上面不太够 那卡着吧,卡着 Maker 走不了啊 再怎么走啊 落地刀压着的 先追你的 然后他这边应该是往里面去追一下吧 因为这个博命时间快结束了 我觉得可以尝试追过佣兵 然后抬镜子去找这边的病患 他这边应该是抬镜子打 打佣兵了,我们就得给他佣兵 注意这佣兵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镜子抬了 抬了,在哪里 抬了啥技啊 这真是连解说都骗 他刚刚偷偷瞄了眼 幽兵 我还以为 哎呀 自作聪明 有些解说呢 就不自量的 也去揣测 妄图去揣测这些顶级玩家的思路 有什么好揣测的 对吧 他打哪里 你打到哪里 你看到哪里 非要去搞个提前量 哎哟,这镜子打中 那没了呀 这手里面捏着个闪 然后这边通缉到机球手 机球手救不了人 外面两个人在补状态 这人是肯定救不下来了 人是肯定救不下来了 他这边的话 再等下一个镜子 下一个镜子五秒钟好 佣兵这边状态才补好 这个机球手救不下来人 直接就是节奏不断挂机球了 落地的 哎哟我去 太顺了 挂上人 这边的话 两个人在互相的补状态 你摸我我摸你 然后待会两个人同时补满 两个人应该同时补满 这个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个小技巧 因为这样子呢 你就不太好判断 他们到底是在摸呢 还是在修 还是在翻箱子 抬镜子 找到杂技 这边 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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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你 好 哎呦 杂技这颗球大家注意到没有 杂技这颗球其实跳得很好 他的 内波 的一个 方向的选择 跳完以后的一个转向来躲 这个镜子其实躲得很妙 但是核心问题就是这个人是救不下来的 红红这边切传送 哎我切传送 我拦住你 然后再抬个镜子 傭兵的密码在动 所以说这边的话这个局已经结束了 四抓 再来 哎 没办法 真的打得好 他的镜子真的是 看下来就是那种 机器人体的镜子 刀刀毕命 先压住 叶刀 好的 下一波镜子怎么抬 这里是一根魔术吧 捡起自己的户壁 跳走 隐身 户壁 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就是 这边密码机不够 密码机不够 选择回身过来 找这个杂技 也行吧 都走 感觉都一样 我们这边看一下下一个镜子 看着呢看着呢 哎又走了 有耳鸣 杂技这边的话密码机在动 这波倒是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 每当打到残局 如果说 如果说当我看不清局势的时候呢 那可能就是 PY时刻了 可能就是PY时刻了 因为当时这里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先去干嘛呢 先把这边的 佣兵给击倒了 然后挂上 挂上之后呢 再通过外面密码机的抖动 去找杂技 或者说 你不挂 再去找杂技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那追杂技呢 也没什么毛病 管杂技 接到杂技以后呢 因为杂技要自己 我就可以 对吧 安安心心地追优兵也行 但是中间过程当中 有一波迟疑 不知道是为什么 切过来 有耳鸣 哎呦 这边还上个楼 这个不知道是故意上楼的 因为他在调整嘛 有可能是故意上楼的 觉得佣兵可能躲在这个位置 应该也不会吧 这能玩到这么极限 这么细吗 好了找到了 来 镜头给到佣兵 点位上压住啊 这边 交个分身 过来还有一刀呢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 给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